这个名指,它这个是,它打标出光,你会看到这个 就是这个是一个圈嘛,要把这个光调到正中心 然后功率 80功率,速度500,频率30 二代机,然后小头 然后画一个小圆,我这会画的是 2乘以2 到时候咱也做个这样的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边为了方便嘛,为了方便,我用脚踏出光打标 然后这个位置 看一下,在 在镇镜头,这块有个小孔 这块有个小孔,看到吧 要把热明纸抵在那个上面,来,你们拿一下 对准这个头 这热明纸嘛,我撕成一小条了 然后,塞上去,拿手 它这个外框,稍微抿一下 稍微抿一下,弄出一个纹嘛 呃,注意这个镜片啊,这个这个镜片尽量是 呃 尽量不要碰着它,稍微碰也不要太使劲 因为容易把镜片造成损伤 我这手折都太大了,我就只能抿这半个面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个在偏下了,还有点偏左了 就要调,下的话就要把激光头往上提 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它有 这个是,这边是四颗,这边是四颗 然后,我们 我们松一下 稍微松一下这个螺丝 这颗,还有这颗 还有这边,这颗 因为它现在是偏下了嘛 我们调到正中心 然后就把上面,它这个露出是什么呢 你把这个,它有小螺丝 你把它往下去,它激光头不就往上抬了嘛 是吧 先暂停吧,先暂停 好了 我们现在打好了 不是,调好了 调好了 我们看一下 再打一个 中间位置差不多 但是它有点偏左 然后你要这么看 它偏左 就是有点往这边偏嘛 我们要往左边,左边头 我们这么看嘛 它是往右边偏了 然后我们要往左边,左边挑 然后上来 左边的话,这四个,这四个螺丝都要稍微松一下 都松开了 然后,因为我们要往这边挑了 就把它 就把隔离器往这边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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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往这边挪,往这边挪 好,然后锁紧 先锁,先锁对角 好,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下面 好 现在我们已经挑好了 我们看一下位置 位置可以看一下 这个上下差不多左右 因为这边的话 我有一点是没弄上的 就是我手太粗了 飞不进去 然后也是差不多了 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点 还有一个点是 在这个位置 这个镜片 让客户检查一下 这个镜片 有没有脏或者是裂痕 就是红光 这不是红光口吗 然后这块是镜片 这个核素镜 然后 那边就把这个镜片 我们看来 一个镜片